他说因为导师的教导 他才有办法重新学会做人 他说感恩导师的心法步骤一二三 让他能够自己懂得返求诸己 教导我们的弟子规去反省 让德智良能够止漏 不是德智良止漏 是能够赚进德智良 然后因为弟子规的这些对的逻辑 你才能够止漏 是这样 他说他11月回到非常幸福的 跟上导师1月8号的课程 就是今年 今年1月8号 是吧 真的很神奇的事情 又发生了 哇 怎么这么多事情 离开叉马学习系统两年的时间 家里经济非常困难 根本不可能有多的钱 但是参加完1月8号课程 钱一笔一笔的入账 哇 哇 这是不是有点像看那个像那个 你讲给人家听他还不相信啊 是不是 上完就有一笔入账就听你在那边吹牛 如人饮水能暖自知 就是这样 那我问你啊 我做了问题调查 你是不是有上1月8号课 你上完也有他同样的感觉 近张一笔一笔的举手 看到多少人 一笔一笔的举手 那还真的有啊 还不少 一笔一笔 是不是 对不对 因为一个课程可以让大家这么样的昌盛 为什么不呢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 你我的福气蒙天地的赐予 是不是 好 我看一下他什么一笔别的金章 他后面就没写了 他没有写他什么一笔别 16号天地送了无价之宝给这位学员 他说这天呢 家里的热水器燃烧不完全 一氧化碳外泄 你们家里尤其台湾的 都是用那个瓦斯的 旧了就换了 你不要说再省一下省一下 等下一氧化碳外泄 是不是 旧了旧了 其实也是蛮 我觉得也是蛮 我觉得台湾那个是好用 但是我觉得有点危险 我回想到 我那时候在台湾 那时候还没当兵呢 等兵丹的时候 还是新的 新的热水器 然后他不是一开水会自动点火吗 是不是 开了冷水啊 冷水啊 不点火啊 我就比较 handy man 就跑到那个后面去看 哇 真的吓死我了 你听到那东西 一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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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对吧 不疑有他啊 觉得自己还可以看看啊 control一下啊 说实实那石块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把那个后面那个走到门 这样一打开 那扇门一打开 要冲出去 要看什么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早了 那时候早了 它是不是那个前面 它那瓦斯一直 示出来 它是有可能有排出 它有一些 可能站在旁边还是怎么样啊 就那一刹那一下子 蹦一下吓死我了 还好那个是 不是很严重的蹦 但是那个深意把你吓死